柯文哲如果没有信心的话 他绝对不会提这个方案 就是看你国民党接不接受 你这个火车你要不要过站不停 我又不在车上 过站不停的是你侯友谊 又不是那我柯文哲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有话直说的主讲人张有话 柯文哲提到他的条件 朱立伦也开了两个方案 蓝白河最后一页 发生在什么时候 大家猜猜看 应该是这个星期天 因为柯文哲11月3号 他在花莲 11月4号他在台东 所以他要赶回来 是非常非常的困难 那现在柯文哲 为什么在选择在这个时候 到外地去 一方面柯文哲自己讲 他要全台宣讲 时间不等人 所以他先行出发 那另外一方面 他也想避开台北的纷扰 毕竟花莲跟台东 想要一天来回是非常困难 除非那你搭飞机 当然这是另当别论 这个东西是另当别论 就是说11月3号 11月4号柯文哲不在台北 柯文哲不在台北 他主要的目的 他也要冷静一下 一方面他全台宣讲 另外一方面他要冷静 再一方面避开台北的四飞 好 3号 4号 就是星期五 星期六 这两天 这两天他都在外地 所以国民党想要找他谈 那不可能 那现在唯一的可能 就是11月4号 侯勇于造势完了 台北市这一场 他造势完了以后 大家都在猜 他会不会在 比照10月31号的模式 就在星期天 跟谁谈 诸侯科三个谈分手 所以呢 大家现在都在关注 星期天 或者是星期一 这两天 就是诸侯科三人的分手会议 就我所知 就我所知 这一次的谈 国民党真要跟柯文哲谈的话 一定是公平公平 公正公开 透明 邀约科文哲谈 假如要公平公正 公开邀约科文哲谈 各位推想一下 他的时间 就是3号4号 他都在花东地区 所以他要回到台北 就是5号 回到台北5号 除非3号4号 朱立伦跟他通热线 然后敲定 星期天或星期一的时间 那通常来讲 应该是以星期天的 机率最大 他们可能会在这里 谈最后一次的合作 就是我们分手吧 换句话说 国民党要不要接受 柯文哲的条件 全民调 就在这场会议里面 可以决定 因为再不决定的话 时间上根本来不及了 那当然有很多人讲说 我们只要透过协商那就好 我们透过协商那就好了 就是全民调也好 民主初权机制也好 都已经过去了 但是柯文哲要的是缩小版 你能提缩小版 他也能提缩小版 况且柯文哲已经讲了 他愿意让步了 那这个让步就是说 我的民调剩你正负3%的话 我愿意担任你的副手 这个是让步非常大 柯文哲如果没有信心的话 他绝对不会提这个方案 就是看你国民党接不接受 你这个火车 你要不要过站不停 我又不在车站 过站不停的是你侯友仪 又不是那我柯文哲 所以我们可以这么说了 最重要的一页就在星期天 再来就透过这段时间 星期天或者是星期一 透过这段时间 时间上面来不及 因为你要做三场民调 你要把样本数 你要把时间 还有你还要把双方都认可的 民调机构 你进行大规模的 所谓的民调作业的话 我问过我的朋友 他说的的确确 的的确确至少五天以上 至少五天以上 就是说给你一个礼拜 那你星期天谈完 星期天11月5号 那你最多做到11月11号 就是双11 你双11做完了 那你就开始把结论报告 还有你的题目 你的样本数等等那些 他说那些对于做民调的人来讲 并不繁琐 繁琐的是如何解读而已 我的朋友直接聊天跟我讲 他说大概那我问了11月11号 以前就要完成 那你完成的时候 11月20号就要到 所以他就推算 他是帮我推算 他说要谈最后一次分手 或者合作的话 就是11月5号 因为你再拖个两天 时间上真的来不及 那那个时候只能够用协商的方式 现在国民党那也在头痛 说那我到底要不要接受 他的全民调 但是他们还是会在分手前 见最后一次面 见最后一次面 他们就预估应该是星期天 跟星期一 或者是星期天的下午 最最适当的是星期天的下午 那星期一就要开始作业 如果谈不成的话 那柯文哲就礼拜二礼拜三 他自己拍跟副手的定装照 侯友宜也要开始找副手 所以他们的最后一页 大家不用猜了 应该就在星期天 最晚不会超过星期一 那事实上 很多人问我 蓝白究竟会不会合 我还是秉持着过去的看法 我是台湾第一个奖 蓝白要合 几率不到30% 七成会打架 三成会和解 我过去的视频 我就一直讲 为什么呢 我不看好蓝白和 我一直认为 这不是一个议题 这也不是一个制度问题 而是人的问题 因为柯文哲的人设 跟侯友宜的人设 天差地人 两个人设不合的人 你硬是要把他搞在一起的话 这部车会翻车的 这部车会翻车的 这个不是说 那我神机妙算 那我事先我就看得出来 因为我从今年三月开始观察到 现在十一月 足足八个月 足足八个月 从三月四号到十一月四号 刚刚好八个月 因为在这个八个月中 我去问了不少人 甚至也问了我 很要好的几个朋友 他们都跟我一次的讲了 一件非常重要的事 就是说柯文哲心目中 看不见侯友宜 一个看不见的人 怎么跟他搭配 所以我也很佩服 我过去的几个朋友 为什么 他们事先已经跟我讲 为什么看不见侯友宜 是有原因的 当然这些原因 我也陆陆续续的已经说过 但是柯文哲 眼睛里面 他看到了谁 朱立伦是看了一半 毕竟他是党主席 他要尊重他 还有一个人是入演的 这个人的名字就叫韩国瑜 这个人的名字就叫韩国瑜 朱立伦不是不知道 韩国瑜在这一局的重要性 他就是怕 韩国瑜如果参与了 谈判的话 搞不好他会被 柯文哲弄过去 所以朱立伦千方百计的 不让韩国瑜当统估 是有原因的 那这些原因 我的朋友都跟我讲的非常清楚 一个人眼睛里面没有侯友宜 你会跟他搭配吗 一个人的眼睛里面只有 只有韩国瑜的话 那国民党怎么处理这个问题 所以我们就期待吧 期待11月5号 11月5号或者6号 这两天 看他们能不能再创 10月31号的奇迹 但是这一次的会面 应该不会密室协商 而是公平公正公开透明的协调 但是协调的答案 我也说的非常清楚 除非国民党接受 柯文哲的提议 否则的话就是大家分手吧